清明节当天,广西河池七岁男孩卢洪阳和家人进山扫墓时走失 至今已过去六天 连日来,当地组织了数百人对事发山区进行了仔细搜寻 但至今仍未有进展 4月10号,卢洪阳的父亲卢先生告诉记者 他是广西河池环江茅南组自治县明轮镇龙水村的村民 七岁的卢洪阳是他的二儿子,在当地读小学一年级 4月5号上午,他和家人到离家约五公里的山上给先人扫墓 上午11时许,他们扫完一个墓后,准备前往两公里外的另一个墓寄走 他的两个儿子和弟弟的儿子结伴走在大人前方约百余米处 约一小时后,他们到达下一个墓地时才发现 卢洪阳没和两个哥哥一起到达 他询问两个孩子才得知 当时,卢洪阳跟两个哥哥说他不跟哥哥一起走了 要坐在路边等奶奶过来 卢先生介绍,发现卢洪阳走失后 全家人一起沿着他们来时的道路搜寻 但没有找到卢洪阳 卢先生所在村子的村民闻讯后,也对事发地点展开搜索 可惜也没有进展 4月5号下午4时,寻子无果的卢先生报警求助 当地警方和民间救援队也使用无人机等设备 对事发地点区域展开仔细搜索 但也没有进展 这些天,每天有100多人自发帮忙对山头展开搜寻 卢先生表示,儿子高一米一,走失时穿黄色衣服 希望知情人能提供线索,帮他找回儿子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明伦镇政府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积木新闻记者,县政法委在牵头处置此事 他们也参与组织了搜救行动,具体情况不便介绍 4月10号,积木新闻记者从环江毛南独自治县明伦派出所了解到 他们仍在寻找卢洪阳